黎大姐对这位老伴的感情非常深厚 两个人也都很合拍 结婚后的生活 让大姐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 就在她觉得 人生总会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却没成想世事无常啊 意外总是来的那么突然 她那个腿吧 她这半年的腿吧 瞅着腿走到唠嗦唠嗦的 我问我说你这腿在家 也在疗眼医院也检查啥的 也没检查出来啥玩意儿的 她就说缺爱总不爱 我问我说这这回挂个专家号 上长春体大去检查检查 10月15号我俩去 16号死了 那我干出去了 去一下火木帮她俩坐车去 回来拉个死也回来 死也回来 这种痛一般人争不到 我也不说 一般现在我也不说了 跟谁说呀 晚上睡不觉 个儿都多想过点心心 要咋就报这个名 还要还要报 感觉找一个另一半 好像把她 费在那经历吧 想想自己的后半辈子 李大姐觉得 再怎么伤心 也得活下去 如今三年过去了 她也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了 于是红娘跟冯大哥和李大姐 简单地介绍了彼此的情况 双方都表示想见面看看 所以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红娘直接就领着李大姐 来到了冯大哥的家 虽然干净利索 自己却对她一点都没有演员 但是接下来冯大哥的一个举动 直接就改变了李大姐 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都怕你饿了 我心里先准备 我就先包饿了 你还包饿了 还没包饿了 饺子呗 哎呀 你还没包饺子呗 你还没包饺子呗 哎呀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还没包饺子 跟哪呢 本来出房子 还没包饺子呢 那我就不会感激的 这多几年了 你做饭 这三十年了 我就不会感激的 是吗 一般说得不错了 好像要给姨哥做了 关事包饺子吧 行 行 刷得见了 谁让我吃 谁让你来吃的吗 我啥时候行不挑啊 所以这是哪怕 你就啥馅儿 这个新鲜儿都得愿意吃 这方不咋说 不咋说 我那给你俩三碗有腹了 腹 腹 我心嘛 这点 咱俩做一块鱼里了 我也愿意吃 我妈咋的你说 这点儿走 你这咱们得抢起来 你做饭不得瞧着 那不瞧 那做饭还能抢起来的事 都愿意干饭 那他愿意干饭 我也愿意干饭 带不住啊 咱们的性格挺好 你到这儿能记得 你的性格丑屁股还得好 还行 你反正激眼也走 这样一万圈不激眼 那你激眼我就不自称了 咱们溜了一圈 回来就俩就好了 谁跟你俩激眼了 咱们说这个意思 我抽一万圈不激眼 那你激眼 那你不能说 你看这性格越能外激眼 他越激眼也更像 也不能说就挺天上 不管谁来近日 我从小的老伴也是 他一来接着花 我就出来溜一圈 我们俩回来就好 这就是男人 真正的男人敬眼 好意思 男人就做到这一点 跟哥儿媳妇敬一茶 他多两个完事呗 我就喜欢一个男人性格好的 就是反正大部分女生都喜欢 不是我喜欢 谁不喜欢性格好的呢 有的一整十来九五马上千 你会喝不 会喝 会喝我是怎么喝 在家从来不喝 过年我都不喝 那你给谁一个资话喝去 就是上班从俩来啦 大伙上班天我就喝一杯 会抽眼不 不会抽 会不 因为我不抽眼 还有点 大哥都烦烟了 这个我可得给点账吧 这一点 不抽 太优秀了 我不抽眼 我得香 我问问你会抽眼 我上这家去是吧 那咱俩剩最多的 我一直抽下回来 我咱老爸应该喝点酒 我也不让他抽眼 发盐味 这盐味儿闻不了 那咱俩剩最多的 你盐也闻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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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